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星期天 这个虎啸人生我们继续开讲 因为这个又是关系到我们人民生活的这个问题 那么最近这个大马呢 这个马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平安 那么今天呢 因为等下下午呢 我要去把生呢 处理这个身后事 这个我老婆的那个坦妹 那也是也是也是遭遇这个事情啊 不知道谁转啊 牛转啊 不知道啊 马蓝碧转不知道 还是马拉加转不知道 就大概就是坦在那个半月嘛 就坦在马路那个两个多小时了 后来有个华人一家摩托看见 赶快叫那个Ambulance进医院 大概是一个月多前了 在医院呢 就他昨天听说要开头脑 后来家人又犹豫不决一下 没有了 就这样子没有了 人没有了 所以等下要去处理身后事 所以今天呢 就这个胡销的人讲一下呢 今晚就不再给大家更新了 所以呢 你看现在在马路上啊 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真的啊 你现在你驾车呢 等下你不是遇到马蓝碧 不然就遇到马拉加车啊 等下又遇到牛 等下又遇到罗星亚人 又遇到难民啊 那天人家赚难民啊 然后又什么都有啊 然后最新最新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呢 那个E-Scotter呢 电动滑板车 现在连电动滑板车呢 都无缘无故啊 无缘无故整个行业 人家人家 之前人家讲 哎 投资电动滑板车呢 这个行业很有未来 很有前途了 结果给这个陈可亭的案子搞一下 整个电动滑板车的 就此沉沦啊 因为这个大马政府呢 不懂了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啊 他唯一的方式呢 就是禁止咯 就像那个人家 那个特斯拉 所以 所以讲起来那个特斯拉 那种呢 Auto Pilot呢 用电脑来驾车呢 哎 至少电脑会知道啊 假如是那个特斯拉 你那个文型脚车在那边标啊 那个特斯拉看见了 特斯拉的那个 那个AI自动给你报警 AI给你纯程录下来啊 那如果那个马蓝碧在那边标啊 那个你遇到特斯拉那个AI 我们 我很紧张看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电脑的车怎么处理 那个马蓝碧 遇到牛啊 遇到这个E-Squotter啊 遇到古古怪怪的东西啊 遇到罗星亚人啊 不知道电脑的车怎么处理啊 估计是他们会处理的很好的 他们会自动打电话报警啊 他们会自动闪避自动跑啊 这样子 但是我们人呢 完蛋了 所以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新闻啊 所以 不要怪我诅咒这个行业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E-Squotter呢 它最终一定会发生 审可厅2.0的 所以 这个E-Squotter呢 它有跑快跑慢的那个版本嘛 你跑快的 最最重要啦 最重要一句话 你不要跑到马路上了 但是偏偏呢 E-Squotter的那个setting呢 就是拿来跑马路的嘛 所以 所以你看这个大马的国民数字啦 你看 那个E-Squotter又不可以用 E-Squotter又不可以用 所以呢 没有办法了 所以 所以 这个 神可厅的案子 所以神可厅的案子 之后呢 你都知道咯 你在马路上 现在你 你赚到罗行亚人啊 你赚到这个 蚊子脚车啊 你赚到马林匹 改天你赚到E-Squotter E-Squotter 没有错你错 真的假的 所以 它现在为了避免发生 现在先 然后 赚牛 赚牛谁错 关键就是 马路已经有了那个牌 那个牌那边写人布 如果那个马路真的有人布的牌呢 赚到的话呢 政府没有错 只是政府没有错啊 你有没有错 牛有没有错呢 那个还不知道啊 还要审判了再讲啊 总之政府没有错 因为他犯了一个牛的牌嘛 嗯 然后 前天啊 前天晚上就发生 这个马林匹的事情咯 这个 他因为有两个 他这三个里面啊 他一个是马林匹 另外两个他的家长 郑重出来否认 他说他只不是马林匹 刚好那天晚上回家 遇到一群马林匹 在那边 就跟沈可廷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遇到马林匹 就这样子转过去 就他两个孩子就这样 拜拜了 啊 所以这完全就是另外一个 沈可廷的案子来的 一模一样的 啊 等一下呢 最后的就讲了 哎 哎 人家马林匹在那边飙车呢 是合法的哦 你们家马林匹 你们家马林匹 来转马林匹 啊 这下人死了 不能坐牢了 假如人没有死 那这两个人要坐牢了 啊 所以完全没有落了嘛 然后那天又又转到罗兴亚人 你看那个马来西亚人嘛 如果最近最近这么精彩啊 啊 转罗兴亚人 幸亏有沈可廷的案子 在前面啊 顶住啊 假如没有沈可廷的案子 在前面顶住啊 这个司机应该是被抓了 这么讲了 啊 现在警察是调查 哎 有喝酒吗 没喝酒 有超速吗 有超速啊 这样子 撞罗兴亚人呢 这样子就没有错了 因为罗兴亚人不可以跑到海味嘛 你跑到海味被撞了 啊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有沈可廷的案子呢 他看见人民的力量呢 他现在才不敢抓他 假如没有沈可廷的那个案子 前两个星期在那边呢 那个司机撞到罗兴亚人呢 估计是被抓了咯 然后又 关六年 然后又要罚六千块 就会撞死六个罗兴亚人嘛 所以有人就说 六六三十六关三十六年 他撞死 哎 罗兴亚人什么 罗兴亚人国宝来的 啊 击打大臣 谁来挺 啊 国宝来的吗 信同一个教的吗 被他收那么多进来呢 大家知道什么目的吗 啊 他们信同一个教的嘛 啊 所以你你撞死他 你撞死他 那他们也是国宝啊 啊 所以幸亏 幸亏 神可廷的案子呢 看见人民的力量呢 他现在现在讲没有了 哎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错 但是呢 也不好过了 我们继续看那个E-Scooter的事情啊 最近很多人玩E-Scooter E-Scooter其实蛮贵一下啊 啊 我我儿子都讲到 哎 不要去玩E-Scooter 他讲很贵啊 贵到他们都消费不起啊 啊 哎呦 但是还是很多人玩啊 那E-Scooter目前主要是华人 因为他的那个费用蛮高的 那除非你自己买 自己买也是蛮有费用 啊 当然这个马来人很多啊 所以 现在呢 他确定一件事情呢 E-Scooter是不 暂时不准你驾在马路上面啊 所以你驾在马路上面 你就等于那个蚊子脚车啊 等于马连笔啊 这样子咯 啊 你看这个 所以公路骑电动滑板车呢 是违法的啊 他 他已经有人去中了发单啊 你看 在Cyber Jaya那个湖那边骑 骑两下呢 直接骑到马路呢 直接中三万 OK 但是呢 最近又发现到了 那个有媒体记者去Bukit Pintan那边看一下 哎呦 整个Bukit Pintan都是E-Scooter啊 要管你啊 什么叫不可以骑在公路人 要管你啊 他在Bukit Pintan的马路也造骑 在人行道也造骑 那么在那个斑马线造骑 他其实你如果不给他们 因为E-Scooter这种东西是很麻烦的 你不给他骑在马路呢 你就叫他骑人行道 那么人行道就 以后没有人敢用人行道了 我跟你讲啊 随时被转死 跟你讲 E-Scooter速度快很多啊 你在马路 你在那边走下 E-Scooter碰到你 谁错啊 谁错 你人走在人行道 人当然没有错咯 等一下 这下到底E-Scooter错你 还是你错不知道 总之没有死的那个人呢 应该要 没有总之看是看是那个人 看是人死 还是E-Scooter死啦 总之没有死的那个呢 就要关六年 罚六千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 所以整个 整个 没有办法发展咯 所以这个行业呢 又做不下去咯 然后那个E-Bike 就做不下去咯 因为这个E-Bike呢 E-Scooter呢 本来都是很好的东西嘛 但是大马的人民的数字呢 没有办法咯 然后呢 这个文型脚车呢 其实真正去发展的话 那个谁讲的 摩大讲说要把文型脚车 带到Olympic Olympic你进不到了 东运会 东南亚运动会 东运会拿金牌呢 那个大马的 那个马拉加文型脚车呢 金牌是保证稳稳的 100%拿到的 跟你讲啦 没有能够大马的 那个马拉加厉害了 但是呢 没有 结果就搞成这样子 到虎头蛇尾咯 你就如果你要发展 很简单的 文型脚车是不可以 在公路上跑的 你就见那个赛场 马上见 不要嘴巴讲 嘴巴讲到这样厉害 那个神可亭 案子还搞这么多幕后黑手 你真正见那个赛道 给他们就跑嘛 好像E-Scooter E-Bike 你要见那个赛道吗 你看新加坡 对那个E-Bike 你新加坡 买一家E-Bike 买的时候 就要直接送去政府那边 inspection 大概两个礼拜 那个政府呢 把那个E-Bike 从头到尾 check到完 可以了之后 政府才把E-Bike 还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 他政府贴了一张 那个标签 政府批准 你这个E-Bike 就可以在 那个新加坡 去价 OK 赚到的东西呢 政府算一份 因为政府批准你的 真的发生意外呢 可以告政府 政府算一份政府 批准你的E-Bike 在那边加 但是有了E-Bike 之后 你看比脚车好很多 你们有加过E-Bike 就知道了 那个有力很多 那现在E-Scooter 来到大马呢 现在又 又遭遇这个问题 又发展不下去了 所以呢 讲到最后呢 就是整个国家呢 就是这样子 没有得发展了 这个人文素质的问题 在政府的这个能力低下了 所以也五话可算 好 那么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个E-Scooter的 这种东西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跟想法呢 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上次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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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